就在他感到迷茫的时候 面前这块巨石当中 忽然焕发出了一道魂体光影 那是一个须发洁白的老者的轮廓 声音显得格外苍老 说是奄奄一息的状态也不为过 可当灵瑶真的尝试向前一步的时候 他才终于感受到 这老者仅仅只是如此虚弱的一道魂体 身上散发出的剑枝威压却是如此强烈 那股气息乃是灵瑶生平谨见 竟是比徐阳的剑道还要强大几分 我的天 世上居然真的有人能将剑气修炼到如此的地步 这个老者到底是谁啊 灵瑶心中不禁扪心自问 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面前这位老者便是数万年前叱咤风云 横行天下的盘古剑圣灵云星 小娃娃我终于等到你了 拥有天剑之字的完美剑童 灵瑶本能地促起了眉头 他虽然自问还不算是这个大陆上最顶尖的剑客 但他真的没有任何怀疑 从来没有听说过所谓剑童的这个名字 也没有任何一个剑道境界与这有关 这显然应该是一个圈套 原本灵瑶对这老者还是充满了尊敬和敬仰 可当老者口中说出这样一个词汇 灵瑶已经完全变了一副脸色 老家伙 休要在我面前耍什么阴谋诡计 你已经丧失了我对你的一切尊崇 如果你还敢造次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对你出手的 老者肆无忌惮地大笑了起来 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灵瑶这番话意味着什么 他也不清楚面前这个女孩 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过往 对于灵瑶而言 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要他性命的人 只有一个 那便是徐阳 那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家伙 除了徐阳之外 灵瑶不需要尊重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很好 看来你的剑心已经相当的坚韧 你并没有因为眼前虚妄的一切 而轻易改变自己的心智 这一点很难得 要知道一名剑修 尤其是修炼到画境的剑修 心境可是相当艰难 显然你并没有违背这个规律 而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大陆见到的未来 同在这一刻 灵瑶的身边 凤凰领袖的魂体轮廓再一次出现 这个背负双手 总是给人一种大气磅礴姿态的男人 半笑着看着灵瑶 凤凰前辈 这是何意 哈哈 没什么意思 仅仅只是对你心智的一方考验罢了 如果你轻易地顺从了这个老人 那么你很有可能在某一个瞬间被他破碎灵魂本源 但是现在你已经识破了这个幻境当中的阴谋 那么你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打败这个老者 然后活着从这个幻境空间走出去 那时的你将脱胎换骨 成为这世间最强大的剑客之一 对于凤凰领袖说出来的这番话 灵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怀疑 因为他很清楚 面前这个老者在剑道方面的修行 有多么强悍 只不过他既然被封印在这块巨石当中 想来应该是凤凰一族的不是强敌 用如此强大的圣级剑魂 作为自己的历练对手 看得出来 这一战相当的凶险 但也同样对于灵瑶而言 意味着莫大的成长契机 倘若他真的能够与这老者 在交锋过程当中顿悟更为强大的剑道 那么他无疑将真正意义上 登临大陆建修的顶端 成为超越风秀一样的存在 而这无疑也是灵瑶本身的追求 没问题 我会尽全力的 灵魂之光再次闪动 当凤凰领袖的魂体轮廓 出现在五元素所在的虚空当中时 五大元素时 毕宝毕竟地对着凤凰图腾攻身失礼 见过凤凰大人 凤凰轻笑着挥了挥手 自虚空中将这五人欠身的姿态重新扶正 你们无需对我这般客气 从现在开始 我将不再是你们的前辈 也更不再是你们的供奉者与守护者 而是你们的生死大敌 你们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将团队配合魔力到极致 同时开发出各自所属元素里的极限 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会在与你们交手的过程中 让你们明白 并且让你们留下最深刻的教训 记住我的话 从现在开始 你们最好全力以赴 否则 我不保证会在某一个瞬间 将你们彻底抹杀 记住 我不再是你们的供奉者 而是你们最大的对手 五元素使相互之间对视一眼 起初皆是一脸迷茫的样子 可随后 他们便从一股强烈的森冷寒意当中 被迫苏醒了过来 那是来自面前凤凰图腾 真正意义上的杀戮气息 没有丝毫的留守与迟疑 这样强大的等级差距 第一时间 便让面前的这些人恢复了清醒 大家小心 凤凰前辈是来真的了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兵老大第一时间开口 提点身边的四位队友 五人同时在这一刻 爆发出各自最为强大的 元素力波动 开始凝聚组合阵法 属于他们的这一波终极考验 也终于上演 最终 凤凰领袖的完整图腾 出现在了徐阳所在的 这一幻解空间当中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留给徐阳的挑战最为艰难 而需要徐阳传承的力量 自然也最为强大 要知道 任何一脉神兽级血脉传承 都有独属于各自 无与伦比的神奇领域 可以说领域就是神兽血脉个体 本身走向成熟 达到神级的最重要的标志 领域力代表着一脉神兽传承的 无上威严与志强力量 当然也是最难被继承的一股力量 凤凰前辈 您终于来了 凤凰领袖深深地看了徐阳一眼 眼中始终凝聚着 欣赏与赞美的目光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欣赏你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将自己体内 全部的凤凰本源转交给你 可惜这一次 你再没有继承凤凰血脉的可能 而这个机会也落在了你的手足兄弟龙坤的身上 相比之下 他与我凤凰一族之间的渊源和羁绊 要比于你身后的多啊